中国郑州的富士康厂又传出了有抗议了 就是有上百名的员工一岁是不满 公司还没有付薪水 让他们深陷染疫的危险 直接走上街头抗议 跟警方爆发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黑暗暗人群冲破防线往前推挤 郑州富士康在22号晚间爆发员工大规模抗争 网路画面显示 在22号晚间大批富士康员工在场内发起抗争 因群情激愤场面相当混乱 警方一度出动催泪瓦斯 抗议群众则已灭火器还击 许多员工遭到警方压制 被打得头破血流 一直到23号白天 双方仍在持续对峙 这是自10月底 富士康员工大逃亡以来 第三度爆发警民冲突 专家分析主要原因就是 富士康因员工持续出走 寄出高薪 招来近10万名实行人员 但却又突然寄信通知员工 单方面要求改变合约 领不到薪水 再加上厂方原先同意 新旧员工分开住宿 但事实上却让有染疫风险的旧员工 与新员工混住一起上班 朝夕相处 让多数人不满上当 稍后也传出富士康提出弥补方案 包括提供1600人民币 约台币8000的隔离补贴 依旧无法服众 还有人怒砸裁剪站 厂方积签薪资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但高压清零政策 才是民间机缘根源 不但扰民疫情还不减反增 北京上海等地都传出疫情升温 在官方持续压制之下 就看人民还能忍到什么时候 三连新闻林亚韩报道